说起来就离谱 玩家跟朋友在探索一个生物群细时 意外发现个奇怪传送门 里面进入一些红色羊毛 以及一些银石灯 反映也是无比好奇 可就在他们探索时 却发现身后的黑暗处 不知何时 竟多了一只独眼怪物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勇 就请给视频点一个赞 或者把公屏打在我超勇上面 参与此次生存的 有玩家和两位朋友 而为了让观感更好 玩家这次还加入了一个光影 原本像素化的世界 也因此真实了几分 这次玩家便询问朋友们 现在该去哪里 而朋友的回复却是不知道 见此玩家只好当起了领路人 往前没走多久 朋友忽然发来消息 说峡谷的下方 有个很奇怪的东西 玩家立刻赶了过去 这个奇怪的东西 是一个由红色羊毛 所搭建的小水池 他们研究了半天 也没弄出的所以然 朋友便表示 这可能没什么 然而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之时 一只小猪突然闯进 并且消失在了水池中 这一幕不禁令在场三人感到震惊 这不起眼的水池 净是个传送门 这怎么可能 因为在已知的传送门中 还从来没有用羊毛作为框架的 那么传送门的另一边 又是通往哪里的呢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咱最终决定踏入传送门 来到里面 收入眼底的 近世界红色羊毛和银石灯 可尽管有那么多的银石灯 这里的黑暗仍不见被驱散 而那些黑暗处 也让玩家他们 无形中多了一丝恐惧 不过话说回来 有几个地方却很奇怪 如果这里是新的维度 那么也应该会有相应的生物才对 可周围却十分安静 还有之前进来的小猪 怎么也不见了 而想要解开这些谜题 目前也只能通过探索 过了一小会后 朋友忽然说 周围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窥视自己 并且另一位朋友也是如此 这让玩家顿时感觉毛骨悚然 连忙往四周看去 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而这种奇怪感觉 也让玩家的两位朋友 决定好好探索一番 之后 他们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走的没多久 玩家发现了之前的小猪 小猪的行为举止极其怪异 先是扭头看了看 然后突然纵身一跃 这诡异的一幕 让在场三人无一不感到恐惧 现在他们无一的想法 就是立刻回到主世界 可在寻找出口之时 玩家扭身一看 发现原本小猪站的地方 此时竟站着个独院生物 但仅出现片刻 又突然消失 原来 他们之前的感觉是没错的 这里果然有什么东西 可联想到之前的怪事 三人非常的害怕 于是不怨而同的 跑到一个隐蔽的角落 可他们刚到 那个怪物 便突然出现在身后 玩家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但还是鼓起勇气 用火把将怪物插了出来 他的长相极为诡异 魂世界漆黑 且只有一只眼睛 奇怪的是 这些怪物并没有主动攻击 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似乎在用那只独院 观察着几个从未见过的生物 最后 玩家觉得这太过诡异 便退出游戏 删除了这个世界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的记得点赞转发评论 我是少萱 咱们下期见